2016年巴沙迪娜玫瑰花車大遊行 大理官人選在今天公佈 今年62歲的紀錄片製作人 肯恩·彭恩斯 將在明年元旦 擔任第127屆玫瑰花車遊行的大理官 玫瑰花車主辦單位稱讚彭恩斯 是一位將一生奉獻給 講這個美國故事的傳奇人物 而彭恩斯製作的紀錄片的主題廣泛 他為公共電視製作的多部紀錄片 總共獲得了14座艾美獎 其中在1990年推出的紀錄片 The Sea for War 內戰 吸引了3900萬人觀看 而明年玫瑰花車遊行主題 是追尋你的冒險 彭恩斯說 他從來沒有親身參與玫瑰花車遊行 因此擔任玫瑰花車遊行大理官 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冒險的追尋 MING From the